今天我要讲一个小小的题目是 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奉献还要谈钱 对于很多的基督徒来说 或者是初信主的弟兄姐妹 或者还有一些是木道友 并不是基督徒的 我们会有一个感觉 就是说我来到教会 我希望听一些属灵的东西 你不要那么俗好不好 你还要谈钱的奉献 因为我们谈到奉献是什么 我们的爱心 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经历 我们的属灵的心意的奉献 我想这些都是对的 但你不要忘记一点 就是说 如果在这么一个世界 在这么一个物流横流的世界 我们怎么样去看什么是属灵 如果在这么一个人为财死 鸟为食亡 夫妻可以为钱反目成熟 父子为了一套房子 可以拔刀相见的社会 我们如果愿意 为了福音的缘故 为了教会的事工的缘故 为了传道人的供应 我们愿意奉献出金钱 难道这不是属灵的事情吗 难道还有什么 比这个更加属灵的事情吗 当然我们讲到 基督的奉献 其实说到底 最终是主权的奉献 但是如果你的主权的奉献 只是停留在口头上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永远是非常空洞的 因为耶稣已经讲了很清楚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在哪里 所以当我们作为一个家庭 聚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时间 我们一起向神感恩 我们愿意拿出我们的金钱 至少是我们金钱中的一部分 奉献出来给神 给教会的虚用 让教会可以 做福音的事工 也让教会可以帮助贫困的人 并且让教会的传道人得到供应 难道这不是属灵的事情吗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到祂的面前 有一个正确的奉献的观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祢 因为祢说 祢的财宝在哪里 祢的心就在哪里 如果祢的财宝是在天国的世上 祢的心就在天国的世上 如果祢的财宝在祢这个世界的房子上面 祢的心就在这个世界的房子上面 如果祢的财宝在永恒当中 祢的心就在永恒当中 主啊 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打开心中的眼睛 可以看到这个世界上所看不到的东西 愿意维生在这个世界以外 更长远的 更长久的 更永远的东西 帮助我们 也让我们每一个爱族的弟兄姐妹 他们的生命被你摸着 他们生命因着他们愿意奉献的缘故 而得到改变 我们知道我们中间的每一位 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地来到你的面前 就也求主你祝福他们的心意 祝福他们的奉献 我们这样感谢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好 请赵太太见 感谢您的朋友